注意在柯文哲這邊我們打的叫做驚嘆號 在郭董這邊我們打的叫做問號 因為柯文哲是確定的 但郭董目前還沒有把話給說死 當然要主黨 總不可能柯文哲主黨蔡碧如當主席 所以主黨就是要當黨主席 當黨主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一定要有立委 要在立法院裡頭要有自己的地盤 所以可能會搶不分區立委 然後預計大概會提個十來席的名字 據說柯文哲的能量可以搶到八席 甚至九席 這些名單會有誰呢 再來搶到立委之後就有說的 要擴張政治勢力 柯文哲的三個目標非常明確 那麼他可能的合作對象郭台銘呢 來真的要靠柯文哲來選總統嗎 今天郭董出來很多人說韓國瑜緊張了 因為會分裂國民黨 國民黨一旦分裂 難道是舊仇難忘 要拉下韓國瑜嗎 這件事情其實基本上 大家倒回去看 你就知道為什麼柯文哲 在兩個禮拜以前講說 我不會贏 我的民調第一個不是第一 而且就算我不是第一 我還要贏8% 怎麼辦 我要找原子彈 觀眾朋友知道嗎 第一顆原子彈 是在1945年8月6號丟在廣島 就是8月6號 所以柯文哲他其實他是希望 這個很多算盤 所以他這個是早就已經 這不是開玩笑 我先跟大家負責任的講 現在是2019年 今天是8月1號 2018年的8月6號 就有想要成立台灣民眾黨了 去年在選台北市長的時候 就有想了 可是最後結果沒有 他沒有那樣做 原因很簡單 你可以看到民進黨有些議員跟他 MTT 他是市長 我們市政合作 我為什麼不能跟他同台 有一些國民黨或者是說 比較中間淺欄的 也跟柯文哲長有互動 因為他是五黨籍的 台北市長參選人 所以在丁守中跟姚文哲之外 他可以吸到一些 所以最好選擇沒有成立政黨 那是去年的台北市長選舉 所以這個想要在8月6號組黨 組黨的名稱就是他的偶像 前輩 醫生從政的 蔣衛水的台灣民眾黨 這個找到都已經了解的事實了 但是去年沒有成立 而現在成立的原因 其實我先跟大家講結論 我有幾個看法 當柯文哲決定要成立政黨 因為我就講了 去年就已經有很多人建議 也有考慮 可是意思沒有這樣做 他如果成立政黨 我的直覺看法就是 他不會選總統了 或者是他降低選總統的機率 跟他的態度了 因為他可能評估他選不贏 他會全力的 像昨天晚上 兩邊的幕僚雖然說 他要阻擋我不知道 可是他還特別打了電話 給郭台銘跟他講說 我們明天會宣布要阻擋 他講這件事情是真的 還要去交代 你什麼事情都交代 你有沒有跟你媽媽交代 今天要回家吃飯 有時候你都沒打了 所以代表柯文哲 現在是非常的尊重 而且禮遇郭台銘的 為什麼 只有一個原因就是 他希望郭台銘投入 2020的總統大選 代表台灣民眾黨 這一點我也普通 台銘代表台銘黨 這一點我跟大家講我的看法 我們後續再看 台銘黨支持台銘 可是台銘不是台銘黨員 因為今天如果郭台銘 所以又正剛 我們在節目前在講 如果郭台銘 他真的這樣傻傻 對人去判斷 他加入 他變成台銘黨的總統參選人 他現在所謂的郭粉 其實基本上 我看80%都跑掉了 因為有一些郭粉我們承認 就是說郭台銘 我還滿喜歡 因為青菜蘿蔔各有所要 虎迷也有 他還是藍的這些郭粉 對 也有虎哥的虎迷 我支持周錫瑋 可是周錫瑋初選沒過 可是周錫瑋說他支持韓國瑜 OK 那我們可以整合在一起 可是現在看起來 好像郭台銘沒有很支持韓國瑜市場 這個國民黨已經確定 在全大會提名的總統參選人 所以一些郭粉可能還在猶疑 但是當你去跟柯文哲站在一起 而且你還入黨 台銘入台銘黨 這樣事情就不一樣 這種時候可能 就帶不走這些國民黨支持 郭粉會糟料料 所以我現在講我所看到的 最可能發生的劇本 我再補一句 因為政治要走到了 要選總統的那個階段 那已經是無人之巔了 金字塔頂端了 隨時都是一念之間選或不選 郭台銘跟韓國瑜都有可能 在現在這個階段 選或不選都有可能 但是在這個情況 我看起來對柯文哲來講 因為我把背景跟大家說了 如果他要選2020的總統 他就必須面對兩個問題 是要選還是要選贏 如果他要選贏 那就是去年的模式 當他沒有黨籍的時候 他大可講 國民黨當那麼多年 民進黨當那麼多年 蔡英文現在還要跟大家說服他 為什麼要再繼續連任 對不對 爛透了 所以都不要投 投給無黨的柯文哲 給台灣一個選擇 台灣的選擇柯文哲 那個slogan其實也是都想好了 但是現在決定要成立政黨 我的想法很直接 就是他已經離參選總統的距離 又更遠一步了 他想要的是 我當黨主席 我提不分區 特別是不分區 因為區立委他可能不會提很多 因為現在有國民黨 也有民進黨 他一旦提太多 他又變成是我剛剛講 很難有模糊空間 然後希望至少他立法院 有5到10席 最好到10席的席次 他就會有政黨不住金 他就會有他的實力 然後2022是一個關卡 因為這一次不選 下次怎麼辦的原因就卡在 你2022一定要下來 台北市長就沒有了 可是如果他一旦是 台銘黨的黨主席 而且他有立委 他也有政黨補助金 他不用到處去想說 我的計費怎麼辦的時候 他就可以延續到2023 不用連署 這種時候有一個非常有財力 而且又想選 而且可能心中 還帶著一些恨意的人 我可以把他找來 你或許不用加入台銘黨 可是我們可以 母機配小機 但是是結盟的方式 你是五黨籍脫黨 被國民黨開除的參選人 叫郭台銘 我們這邊有台銘黨的立委 結合一起 最後你沒選上 並不影響我立法院的席次 因為立岳 單一選舉兩票制是這樣 區域選舉有73個立委 可是另外還有這個34期 是不分區的立委 他是用另外一張票 政黨票的 他到時候會在鼓吹 你喜歡民進黨投給民進黨 喜歡講萬安這麼帥 就投給講萬安 但是你可以把不分區的政黨票 投給我台銘黨 因為我 柯文哲在這裡 如果有台灣各地的柯粉 想要投給柯文哲一票 人就會投 因為畢竟在此之前 只有台北市民可以投給他 這種時候他就可以達成他的目的 至於郭台銘會不會當選 其實也跟他無關 但這個時候就要考慮到一個問題 郭台銘他是在4月中旬的 國民黨中常會 明確表示我參選 我如果沒有被提名 我一定全力支持 那個黨記者出來的 你說拿那個 榮譽黨證的時候 我等一下有時間 我把那個影片放給大家看 你等一下把影片放給我們看 他已經講過這句話了 他已經講過這個話了 你現在如果跳出來 我說真的 郭台銘最後如果選擇 我相信郭台銘現在生病 已經有歌派跟鷹派 幫他做好 連下一波的文宣什麼 都已經準備好是有 可是也是 還是我剛剛講一念之間 郭台銘的母親 是非常熱愛國民黨的 在國民黨非常危急的時候 5000萬拿出手之類 借給國民黨去發大家薪水 所以母親現在也生病了 母親會要郭台銘出來選嗎 不會的 他的太太 早就希望他不要插進敵 也不會希望他出來選 所以他身邊要他站的 因為其實說在那個團隊的人 都要他站 你如果不站了 我們就沒工作了 某警方要談 但是問題是你一旦出來的話 郭台銘一旦出來的話 其實基本上他只有三個選擇 他出來選 然後最後還選贏 我覺得機率非常低 他是枭雄 背叛國民黨 而且還拿下了2020 至少參與沒有連任 他變枭雄 變成是一個曹操行的 殺了我所有的朋友 萬安 捅死他對不對 就變成是那樣狀況 枭雄 如果你出來選 韓國瑜還是贏了 他還是當選 你變狗熊 你根本就是一個笑話 你幹嘛 喇賽 第三種是 如果你出來你沒有贏 而韓國瑜也輸了 你會變成是罪人 所有藍軍以後 看到郭台銘真的就是 所以他必須要去做選擇 我相信現在柯文哲的 這樣子的一個套路 是在非常積極的 為自己做好的後路 我可以延伸到2024 然後我也可以有一個 很有錢的好朋友 來進來變成我的朋友 但是他會盡可能的 希望郭台銘參選 而他自己不要選 可是郭台銘也有可能 最後決定是不選 這個局就要回到 既然不選也成立政黨 也有不分決立委 柯文哲自己到底要不要參選 那就是柯文哲下一個階段的問題 這樣子文安哥 你說起來 感覺好像這個阿伯 有一點在 塞人 希望可以利用郭董 但是對他來講才是最好的 因為畢竟 柯文哲最大的問題就是兩個 一個就是他是現任職場 一個他真的也沒有資源跟錢 所以他成立政黨 也跟他去年 贏了三千多票有關 他發現說 我沒有政黨 沒有政黨是很危險 可是有政黨也不代表就能贏 因為他的陳思宇的實驗 也是失敗的 我的代理人陳思宇 推到了市令北投區 結果選完以後 那個票數只有那麼慘 所以我個人的魅力 柯文哲的魅力 沒有辦法帶給這些立委參選 所以最後他就想到了 只有我才是品牌 所以柯文哲用他的品牌 成立一個政黨 去吸負分區的政黨票 然後讓立院有黨團有席次 而且他未來還可以 繼續當個黨主席 延續到2024 可能是他目前 他最好的一個算盤 這個柯P一向的個性 就是這樣 模擬兩可 然後機關算盡 但是卻有投機取巧 這一向就是他的個性 那當然你說 他去蹭一下蔣會水 馬上人家就打臉了 他現在何嘗不是在蹭郭台銘 那郭台銘現在是大家都想利用他 大家都想蹭他 因為他現在不表態 還會表態 那柯P丟下這一個算不算震撼彈 對於第三勢力來講 是超級震撼彈 這一顆炸彈一丟下去 甚至可能一些小黨就 馬上就淹滅了 馬上就被海嘯給淹沒了 你看綠黨直接就下課了 那時代力量就瓦解了 你看今天林昌佐就宣布退黨了 所以他這一顆一下去 是一個超級大海嘯 然後到最後這第三勢力 再由柯文哲再重新做一個整合 可是這個整合會不會成功 我覺得這還是看時機 當時的時代力量 他之所以能夠竄起 是因為他剛好結合當時的 時下很多的街頭運動 很多的氛圍 包括到這個洪仲秋 這個案件的女主角 然後再包括到太陽花 這個幾個領袖人物 所以他們幾個 這樣的結合起來以後 就形成了一個很大的一個 當時算是一個 年輕人的一個流行 或者說是一個時尚 然後就變成一個時代力量 又取了一個這樣子 這個還算聽起來年輕人 覺得還不錯 感覺很漂亮的名字 不錯而已 可是你現在這個叫做 台灣民眾黨是 我聽起來很難念 你知道嗎 所以說這品牌 結合就好後才沒太好 真的我連那麼多 如果這名字有問題就對了 這名字嗎 你人的時代力量聽起來多 research 這聽起來就感覺 不知道要這個不流行的名字 有你又用以前的講餵水 坦白說年輕人聽這個名字 沒有感覺到這個政黨 會讓你感覺好像這樣 很流行 很壞 是啊 沒有那種感覺 所以說我是覺得 再來沒有那個時機 所以說雖然第一時間絕對是震撼彈 你這個放進去的時候 所以說這是對這些地震勢力是震撼彈 對國內來說 我是說一時之間 一個大家語情注意而已 很快就發揮了 你覺得他沒有辦法擴張政治勢力 沒有延續性 沒有擴張性 很快就發揮了 不然你要看 有材料不然你現在派你的 區議立委出來 你有幾個區議立委一撇出來 就馬上會感到很震撼 你好了 不然你現在林昌佐 都�el Fran 沒有林昌帶 Standing 時我以為會才能穩版 formidable 他現在小律已經 不過他他還不知道 我不知道他到底是自己的 你知道嗎 你知道嗎 王浩宇現在感覺是怎麼樣 王浩宇現在挖實在厲害 挖到沒有去 王浩宇核已經 確定就是挖秀英這部 對嗎 所以現在林昌這樣應該沒有問題 那也是挖秀英這部 現在那個黃國昌就是挖應該沒問題 可怕挖昔邊這 situation 所以我們現在輸了 你知道哦 他們的小禮現在是 這裡是蛙像 那個蛙像 現在大家又搞不清楚你知道嗎 現在是到底是志祺柯萊明 這裡是反中 反共 或是志祺 蔡英文 這裡是反中 反共 反共 我跟大家都會議了 但是我告訴你 那都不重要 你說反共 要這麼多多 人家說有做什麼 我們在賺紅錢 大陸現在是說現在自由行 開始要充值 你發言人又出來說 希望兩岸人民能夠 持續維持友好的關係 能夠繼續互動 現在話都可以說的 所以說 我們現在就是減少 所以我說他就投機取巧 他最多多 去年我們就已經替你提報 我們的政論節目就替你提報 你是不是含名就給你賺好了 你也說含名怎麼給我賺好了 全英國的含 可能都人在責任新聞 結果今年 真的名字又一模一模 所以這就多幾個 所以你覺得他這個 延續性不強 一個就沒有 但是對第三勢力 真的是海嘯 超級大海嘯 空氣 不是 沒有 好 現在